各位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今天跟各位聊一聊1941年发生的晚南事变 这个晚南事变在中共党史以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都有涉及 过去一般的宣传,中共的宣传就是说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突然发动袭击 一方面下令让新四军北上过江北 另一方面又派顾竹童的部队来对新四军进行包围袭击 造成了新四军基本上是全军除了一千多人突围以外 九千多人中的一千多人突围 剩下的大部分有的是战死,有的受伤,有的失踪 剩下的大概有七千多人被捕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中共非常的震惊,非常的不满 所以周恩来也是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开了天窗 写下了千古奇缘,江南一夜 同事超个,相间合集这样的诗句 所以很能赚取大家的这种同情和对国民党的一种痛恨 所以当时呢,国内的这些大部分的受众并不了解 网南事变前因后果,并不了解整个真实的背景和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现在事隔多年 应该大家去看一看当时的相关资料 尤其是比较中立的一份报纸叫大公报 比较真实客观的描述了事件前后的原因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新四军在国共合作 准备抗日的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由国民党来指挥 就是国民党新编第四集团军 还有第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所以八路军新四军虽然是中共过去领导的 但是呢,在形成全国统一抗战这样的一个格局之后 就是归属国民党指挥 但是呢,毛泽东给新四军下的指令 一直是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发展 在扩大发展过程中 如果遇到阻挠,可以坚决的消灭 这是毛泽东说的话 另外呢,要求新四军不要主动出击 只是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对伪军可以进行袭击 另外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对小谷日军进行袭击 这就是说基本上是以偷袭 以游击为主 而且呢,是在不伤害自己主力的情况下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的危险的情况下 去做这样的事 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跟国民党军队打内战 目的是争夺地盘 就是把这个国民党所管辖的范围 就是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那些辖区 占为己有 同时呢,一旦占据之后 他还建立当地的政权 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然后呢,设立很多的关卡 路卡 这个要求当地的人交税 本来当地人已经交税给当地的政府了 但是新市军一去呢,又要求 另外还要交税 交一些东西给新市军 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这个管理系统的紊乱 那行政,包括政府方面的职能发生了一些混乱 所以呢,很多地方都不满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韩德勤部队原来是打日本人 在台尔庄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战功 但是呢,新市军没有去打日本人 却经常去袭击韩德勤的部队 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 使韩德勤的部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其中包括有的团长被战死 还有的就是军长 在战败中掉到水里面被淹死等等 所以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国民党高层 尤其是军方的严重不满 所以在1941年的 就是在1940年的下半年 就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想办法要处理这个问题 当时他们主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军纪来看待 就是蒋介石认为就是 八路军,新市军如果不听这个中央的统一指挥 经常搞友军之间的摩擦 占领友军所占据的地区 甚至主动的攻击友军部队 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被容忍的 所以这个军纪问题要加以解决 但是当时的参谋总长 这个恒银青 还有参谋副总长白崇喜 他们两个人认为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纪问题了 而是这样一个匪军 不但不抗日 而且是有意的想 把他进攻的目标主要定在 国民党军队身上 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 前面在打抗日战争 后面是在打内战 那么新市军经常是占这种便宜 所以何银青和白崇喜都认为 应该彻底解决 彻底消灭共产党的部队 尤其是新市军 这样的话才能够 让这个部队能够 集中心思去抗日 所以他们这个何银青白崇喜 跟蒋介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 蒋介石是比较宽容一点 觉得不要着急 不要过于冲动 以免引起这个外界的不满 但是呢 这个在当时大家知道 这个新市军按照命令 就是向北转移的时候 要路过当时的安徽金县 茂林地区 因为新市军军部在云岭 所以呢 在过茂林地区的时候呢 被国民党第三战区 顾祝彤的部队 还有呢 32集团军上官云相 他们的部队就是 进行危机 这个部队呢 当时是八万多人 新市军是九千多人 但是呢 新市军呢 一方面那是天不好 下雨 泥泞 所以部队走不快 就是走走停停 最后决定 1月4号那天在那休息 所以正在休息 因为在三谷中间 是很容易被袭击的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抗击的能力 而且新市军呢 是分为三个重队 一共六个团 这六个团过去都没有在一起打过仗 因为过去都是小谷分散行动 都是以团为单位 经常是袭击伪军 偶尔袭击一下日军 最主要的是打那个国民党军队 也打国军 所以呢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大部队集结作战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根据新市军当时的秘书长李一芒后来的回忆 说这个新市军的这个副军长兼政委 向英 他是没有作战 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这个经验和能力 他经常下的命令 都是强调政治工作 而且鼓动士气 并没有是在军事上 一些大的部署上有一些好的安排 而新市军军长叶挺 当时呢 在这个权限方面 跟向英呢 有着严重的冲突 实际上新市军的主要大权是由向英掌控 而不是叶挺 所以叶挺是一个空头军长 但后来呢 就允许他指挥的时候 叶挺身边机动能够调动的部队也非常有限 再加上呢 部队行军几天 他们已经很疲惫 一天只能行军40里 而这个包围他们的国军部队 一天行军100里 就是行军的能力很强 战斗力也很强 而新市军过去 因为这个拿的是国民党的军赏和装备 子弹充裕 所以过去打仗的时候 那个子弹是不在乎的乱打 但是后来呢 在这次战斗中 他们想突围 经常发现这个 因为他们带的装备不足 这个制重太多 带的制重 还有一些生活物资啊 一些文件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加档太多 就发现这个转移起来 部队在行动起来非常的不便 而且子弹非常有限 就没打一会儿呢 就是子弹就打光了 就很多部队都是有枪没子弹了 那么这个整个的新市军的那个副参谋长周子坤 也是缺乏这个很很强的这种作战经验和能力 因为周子坤在新市军里面主要负责后勤和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 说是副参谋长 并没有真正的这种作战参谋方面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新市军当时没有这个政参谋长 所以就是政工人员比较多 包括这个政委有好几个副主 就是新市军的副政委 除了这个 除了向英本身是新市军政委副军长以外 还有饶术时也是副政委 那么另外有什么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等 所以后来呢打的就是再一个呢 就是李一芒还总结了 就是说就是六个团的这个兵力啊 没有集中在一起 形成一个突破口 就是没有集中兵力来寻求一个突破 当时叶挺呢是认为应该往回打 而这个向英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沿着那个方向 还向那个方向突围 就是向北突围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造成了双方意见的不一致 在兵力布置安排上也比较分散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机关人员比较多 非作战能力的人员比较多 所以九千多人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 你想八万国军围攻 那怎么可能能打得过呢 所以后来呢 就是只有小谷分散突围 其中呢 比如说两百多人三百多人 有的是一个团 有的是一个云 向外突围 真的能突围出去的往往就是一两百人 就这样的比较分散 如果能够突围出去三四百人 就算是比较大的部队了 所以后来那个在 打部队已经感觉到没办法突围 打不过去的时候 新四军当时的这个军长叶挺呢 就去四十师去跟他们谈判 跟国军谈判 是国军提出的要求 那去谈判之后就被扣留 这样的话就等于被捕了 然后呢 向英就带着小谷部队 他就准备就是说脱离这个部队主体 带着十几二十个人 少数警卫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打算出去 但是呢 出去一下子也没突出去 然后又缩回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叶挺还没走 后来叶挺去谈判了 他们这个又再带着人 再想往外跑 所以呢 最后当然这个向英他们是成功的 逃到一个地方 这个他们一直待到三月份 你想想从一月四号开始到十四号 基本上晚南这个事变的战斗 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小谷部队一直是潜藏在周围的山区 丛林里边 然后想办法找机会向外转移 他们化妆成老百姓 所以都比较分散 一直到三月份 这个向英他们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身边还有一些人 但是呢 他有一个副官叫刘厚总 这个刘厚总本来呢 也是跟他们一块逃跑的 结果后来刘厚总发现 向英他们逃的时候 把新四军的这个 这个财政储备都带出来了 想准备找一些东西突围 但是刘厚总看到以后一愣 刘厚总也没说什么慌慌张张的 就回应了一两句就跑了 其实那个刘魁还是没有经验啊 他应该是把刘厚总拦住 因为他是军部参谋 刘厚总只是一个副官 从军界上来讲的话 刘魁的军界应该更高 但是他没有拦截 他紧接着发现这个 向英的警卫员跑过来 哭着说 刘厚总把手掌们打死了 他跑了 他把那个钱啊 抢那些黄金带走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刘魁他们第一反应 不是去追这个刘厚总 而是去查看他们死的尸体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军人啊 如果要是讲第一反应 应该是先去追上刘厚总 无论是把他枪决了 还是把他逮捕活捉了 然后呢 反正手掌已经被打死了 那个尸体早一点晚一点处理 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大失误 刘魁这个人呢 1978年我还见过他 以后我们专门做一期 谈一谈这个著名的 打不死的刘魁 后来他当过安徽省军区的副司令 这个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所以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谈一谈刘魁的事情 那刚才讲到 刚才说错了 刘魁1955年授贤的时候 是大孝 后来可能是提升为少将 这个是一定要把这个要讲清楚 免得有人又来说 或者说的不对 然后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 这个新市军的政治部主任 这个叫袁国平 袁国平呢 有人说他是牺牲的 其实他是受了重伤以后 怕拖累别人 以后他自己把自己解决了 应该是自杀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都算成牺牲了吧 所以有一些人呢 是随着那些小股部队突围突出去了 就说后来呢 有一些人 但是后来新市军突围出去的人 包括后来新市军被被俘 经过一段时间又拧转 辗转 又回到 这个中共这一边来了 那么有些人还是受到一种怀疑对待 这些人永远不能被信任 被重用 所以共产党就是这样 对于在战场上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最后又归队的人呢 一般来讲是不予信任 不予这个重用的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也一时来不及细说 但是呢 总的来讲就是说 新市军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毛泽东给他们规定的那些做法 就是以扩张发展为主 而且呢 让他们动不动就要求他们占领 国军所占领的地区 并且去自己建立当地的政权 去收税 去得好处 这种做法当然是在破坏 抗日统一战线 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求 王明他们回来也是主要推行这一点 而且王明一再强调 要一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呢 有的人就是认为 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解读了 周恩来就公开的表达过 说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正确的 但是一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又是不正确的 所以王明在他的书中说 周恩来这样的说法 或者刘少奇也这么说 有这个意思 也是这样表述的 所以就认为他们逻辑混乱 如果你认为 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一切通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又是错误的呢 所以这点就是感觉到 跟他们有很多思维上的差异 那么 其实中共后来不是经常炫耀 新四军黄桥大捷 七战七截 这个都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不是跟日军作战 而都是跟国民党军队作战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打败了国民党 就是占据了江苏的很多 比较富裕的地区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大家知道新四军那时候 占据的是 从南京到常州这一带 就是江南 南边都是被新四军控制的 所以你占领了这些富饶的地区 而日军远离这个地区 你不是去跟日军打仗 只是想占这些比较富裕的地方 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 而且那个时候新四军的军赏 装备都是由国民党供给的 你还要额外的发那个财 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外界过去不了解 总以为是国民党军队 为什么要用八万军队 去包围新四军九千人 而且要把它消灭呢 就是因为新四军前一个时期 1940年的 从夏天到40年年底 做了很多摩擦的事情 在那之前还有很多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让国民党非常的恼火 尤其是何银青和白崇喜 非常的生气 觉得不消灭这个共匪的话 没办法整治军队 那蒋介石也是支持对军队 军纪进行整顿 但是并没有打算把新四军全部消灭 但是后来呢 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局势了 蒋介石在1月17号 正式的宣布这个说新四军 这个他是叛军 就是没有按照中央的意图 来这个执行命令 反而经常跟友军发生冲突 突袭友军占领这个相关的地区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把这个叶挺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那么这样一宣布以后呢 中共就更加的恼火了 那毛泽东就当时曾经下决心 要跟国民党彻底撕裂 他认为这次国民党的做法 就类似于1927年4月12号的 所谓412大屠杀 屠杀共产党人 所以呢毛泽东原来想法就是 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 干脆公开的跟国民党军队干一场 他要求在这个苏北 苏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包括山东那些邻近的部队 都集结起来 要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包围 这个袭击 要坚决的消灭他一部分部队 来以示报复 但是这个时候呢 国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个包括很多的国家 都对蒋介石提出了一些忠告 英国说 这个时候消灭共产党的话 对抗日是不利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代表 在二月份告诉蒋介石说 美国不会支持国民党 去消灭共产党军队 所以这些呢 都是外部的因素造成了 蒋介石的犹豫 那就没有再继续的来 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部队 进行围剿 而这个何银青和白总洗 原来是想就把新四军围剿 干脆全部消灭 但是呢 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大概的情况是前因后果 是这样的一个前因后果 那据有些人了解说 这个晚南地区的一些老百姓 年龄比较大的 如果采访起来 他胆子比较大 私下里会说 说当年这个晚南事变 哪里是国民党军队偷袭新四军 是新四军被 就是国民党军队被新四军打得 这个恼火了 所以不得不报复一次 这是老人们当时的一些言论 所以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有的人就光偏信中共党史 以为晚南事变 就是国民党军队有意要消灭共产党 这个本来从逻辑上也不合理 因为国共合作就是要抗日的 那么国民党军队当时就是在抗日 而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他不但不抗日 占据了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 反而时不时的发动一些突袭 这个是真的是搞摩擦搞破坏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中共党史是颠倒黑白的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 还有不清楚的 可以自己去看大量的相关资料 就晚南事变这方面的 这个档案文件应该说相当丰富 另外有一个作家叫姓黎吧 就是他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 就叫晚南事变 如果这个姓黎的作家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原名了 他曾经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 海岛女民兵 在文革的时候是属于畅销书 但是他后来写的这个晚南事变 我是认真地看的 我觉得那本书写的要好得多 比以前文革期间那套宣传式的东西深刻的多 但是即使那样的话 他当时写那本书的时候 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受到很多的限制 他不敢全说 但是那本书里面反映的比较清楚的是 向英的刚愎自用 跟这个叶挺的关系极其的不好 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非常大 就是叶挺感觉到不受中共信任 因为叶挺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 就是脱党 他到海外待了很多年 所以他一直没有党员的身份 而新四军是受共产党领导的 许多重要的延安的电报 向英都不一定要给叶挺看 虽然他是军长 但是有很多重要的决策 没有经过叶挺 因为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一切经过党的内部会议来决定 这样的话 叶挺就感觉到 他这个军长是有名无实的 他就非常的不高兴 但是后来 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是假惺惺的 因为向英跟毛泽东关系是比较熟悉的 当年在中央苏区 瑞京 中华苏外共和国 毛泽东是主席 向英是副主席 当然他们之间也不是说没有矛盾 但总的来讲 毛泽东把向英看作是自己人 叶挺呢 虽然在军事上很强 但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段时间 毛泽东对他并不是那么相信 等到后来毛泽东下指示 希望向英能够在有些方面 要尊重叶挺 要给叶挺一定的权限 那那个时候已经是很难调和了 曾经这个周恩来专门到新四军军部去 就希望能够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调解他们的关系 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叶挺呢 其实在新四军部队里边 他所能够影响和指挥的部队是相当有限的 他的个人威望 还有这个整个的受的 就对新四军的这种掌控来讲的话 远远不如向英 所以往南事变在军事上 失败也是必然的 那么这里边就是说有很多细节 就是说到底新四军是不是一支能善于打仗的部队 如果讲他那么能的话 那么什么黄桥战役啊 七战七节啊 为什么在这个突围中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呢 对吧 就是根本不像是能作战的部队 所以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故事 好的 我们今天先暂时说到这 就是以后有机会再说一说具体的个人 比如说项英 比如说叶挺 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我说的 那个打不死的刘亏 因为我跟他有过这个直接的接触 虽然谈的不多 但是呢 那个人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所以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谈